周四 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遭到袭击 一家工厂等多处建筑物被毁 乌克兰周五表示 击退了俄罗斯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猛烈攻击 这一地区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叛乱分子控制 是莫斯科的战略重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四表示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 乌东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丧生 周五基辅遭遇俄罗斯撤军两周以来的最强攻击 包括军工厂在内的多栋建筑物爆炸起火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继续监督对俄罗斯的制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周四表示 未来一两周将发布公告 阻止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称 俄罗斯财政部长 智信巴西经济部长 要求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提供支持 规避西方制裁 巴西政府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 还反对从20国集团驱逐俄罗斯 另外 美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 华盛顿周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军事援助 包括炮弹和装甲车等武器装备 俄罗斯黑海一艘主要战舰周四爆炸后沉没 美国当天表示不确定是否被乌克兰击沉 但这会对俄罗斯海军产生影响 新唐记者 毕星辞 林明迪综合报导